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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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 我不要她在家里住 男孩在女人怀里撒泼 好好好 行行说不住就不住 女人对着旁边的管家 我们还有事要处理 先把七小姐带去员工宿舍吧 员工宿舍说白了就是庸人楼 不过我不在意这些提着行李跟着药博去了 我断着杯养生茶缓缓走向窗边 陈于行正在楼下大草坪上玩狩猎游戏 他的手中拿着一把改造精致的弓箭 庸人在草地上放了十几只小白兔 他举着剑对准其中一只 咻 白兔被穿了个透心凉 他跳起来拍手叫好 周围的庸人们也跟风夸奖 紧接着 他又抬手射向另外一只 兔子像多米诺牌一样倒了一只又一只 刺耳的笑声飘荡在空旷的花园中 只是所有人都看不见 没死一只兔子 陈于行头顶的黑气就浓郁一分 已经快要把他小小的身影给淹没了 打开房间里的电脑 输入陈金富三个字 很快跳出上千条链接 我一个一个挨着点开 不是讲他现在有多成功多有钱 就是讲他的发家史 赞扬他眼光毒辣 蒙成投资王 直到我看到某个贴吧 有个叫小学生博士的贴主写了个分析贴 贴主认为陈金富不可能是靠自己成功的 肯定走了歪门邪道 全篇有理有据 有图有分析 引发了大量网友留言 不得不说 这位网友说的看起来匪夷所思 实则还真是误打误撞了 陈家之所以能起来 就是因为他们养小鬼 一般来说 小鬼都是被请到家中的 而陈金富家中那个之所以威力如此巨大 能让陈家成为业界领头羊 是因为他们的小鬼不是从外面带回来的 而是陈家自己的 不瞒您说 十年前我太太怀了一胎 这本是件好事 可结果那孩子生下来就死了 我们夫妻俩悲同欲绝 便找了位高人为他超度 结果那高人一看 就说那孩子与我家缘分未断 于是做法之后就将他的尸身保存在一座童女巷中 说日日供奉能保家宅平安 我面带微笑 听着陈金富满嘴炮火车 前段时间我去看他 发现童女巷裂开了一道缝 回去之后我就大病了一场 家庭医生也查不出原因 齐小姐 你是杨太太介绍的 她说你有真本事 只要你把这事解决了 我们再给你追加一百万 我点头 我猜 要么是时间太久 封印的效果变弱了 要么就是当年那位高人前段时间去世了 陈金富和她夫人张玉兰飞快对视一眼 眼里的惊讶还是被我捕捉到 事实如我所料 他们当时第一反应就是联系那位高人 可得知对方再不久前去世了 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陈太太才从派友杨太太那里打听到了我 夫妻俩并不信任我 只是这个时刻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交流过之后 我向陈金富要了几样东西 今晚 我便要去见识一下这个将陈家碰到如今地位的源头 等所有人都休息了 我随着陈氏夫妇到了地下二层 进到里面去需要经过两道铁门 每扇门上又有两把锁 他们夫妻俩各保管一把 当最后一道铁门打开 我只觉胃部一脚 捂着嘴到旁边干呕了起来 七小姐怎么了 陈金富被我吓了一跳 没事 我瞥了眼面色如常的两人 这冲天的恶臭 她们闻不到 这间地下室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机台 四周的通柱上刻满符咒 镇魂的铃铛像猪网一样遍布四方 房间正中央有个凸起的供桌 上面供奉着一个异常精致的童女人偶 只可惜人偶的左眼裂开了一小块 那臭气就是从裂缝中散发出来的 我将带来的物品围着供桌一一摆放好 陈先生请站进来 陈金富咽了咽口水 站进法阵中央 随后我取出一根红线绑在她的手掌上 另一端连接在童女巷上 趁她不注意 用小刀在她手掌上划了一刀 鲜血顿时仿佛有生命般 顺着红线流向童女巷 无视身后滋挖乱叫的两人 我开始摇零念咒 咔嚓 我暂停下来 抬眸望去 就见童女巷上原本的裂缝变得更宽了 咔嚓 咔嚓咔嚓 随着鲜血的浸染 童女巷开始加速碎裂 无数的黑气从里面汹涌而出 房间内的铃铛无风狂响 烛火也一鸣一暗地跳跃闪烁 摆放的贡品及器具倒了一片 期间一道黑气朝我袭来 在我脸颊上留下一道血痕 呼的 陈金富喷出一大口鲜血 倒在地上抽搐 老陈 老陈 张玉兰想上前但又害怕 只能蹲在地上尖叫 眼看供桌上的童女像就要粉碎殆尽 我飞快地从布包里掏出一块黄布将其盖住 并用朱砂笔在上面画了一道封印 一切归于平静 啪 滚烫的热水从我耳边泼过 上万块的茶杯就这样碎了一地 你就是个骗子 张玉兰激动地指着我 那模样恨不得扑上来咬我几口 你给我等着 老陈若有个三长两短 我要你偿命 刚才的法师失败了 陈金富遭到反尸又是吐血又是昏迷 家庭医生正在抢救 还说你有本事有能力 我呸 其他都好说 但是质疑我的业务能力 我第一个就不答应 我抚摸脸上的血痕 这可怪不得我 我做的一切都没有问题 问题出在你们身上 张玉兰抱起 你还胆敢推卸责任 陈太太 我再说一遍 我是不会出错的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 我靠近她耳边轻声道出真相 是因为那个孩子 根本就不是你们的 此话一出 张玉兰像被人掐住了咽喉 瞪大眼睛惊恐地看着我 我邪腻着她 是你们从一开始就在说谎 陈老板落到现在这个下场 罪魁祸首是你们自己 不过好在我及时将她封住了 陈老板性命目前没有大碍 但她管不了太久 等她出来 只怕你们全家都会死于非命 张玉兰完全被吓住了 她喃喃道 不是的 那是陈家的孩子 是陈家的 是吗 她张的张嘴 却是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奇小 不是 奇大师 求求你帮帮我们 你要多少钱 五百万 一千万 只要你能救我们 多少钱我都愿意付 还有行行 行行才八岁啊 你就救她吧 她越说越激动 已经完全没了之前的盛气凌人 说吧 那个孩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她支支吾吾 眼神乱飘 我挑眉 不说也行 那我就只能在远方祝你们平安了 别 别 我说我都告诉你 当年陈金富和张玉兰 在城东的小吃街 开了加麻辣汤店 生意还不错 攒了点小钱 两口子也安安分分 有天凌晨快要收摊 忽然传来隔壁老板愤怒的声音 滚滚滚 再来就对你不客气了 陈金富叹身忘却 只见一个形容邋遢的男人 被隔壁店赶了出来 那男人出来后没走远 而是找了个长椅就躺下 他似乎打算在这里过夜 陈金富看了看 筐里的剩菜 给男人煮了一碗麻辣烫送去 不收你钱 吃吧 从那天起 男人每天晚上都来这里 蹭麻辣烫吃 隔壁店的老板 见了又是叹气 又是摇头 一天 陈金富又要送麻辣烫给他 张玉兰不乐意了 送送送 你当我们是开善堂的呀 只是一碗麻辣烫 麻辣烫不是钱哪 我说不准送 你敢去 两口子争论的时候 那个男人却主动走过来 说自己要离开了 之后 男人拿出一个玉牌 对着陈金富喃喃了几句 之后 便把玉牌送给了他 就当是这几天的麻辣烫钱了 得了玉牌后的陈金富人生 像开了挂一样 干什么都顺 麻辣烫店越做越大 甚至还涉足了其他行业领域 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家中资产渐渐累积 在见男人时 陈金富已经成了盲城的一个小富豪 龙大师 最近我看中了一块地皮 您说我能顺利拿下吗 被称作龙大师的男人摇摇头 陈金富 那块地不好 龙大师抿了口茶 是太好了 那地方几乎汇集了整座城的气韵 是块宝地 陈金富两口子一听 两眼放光 可是 你们的命格承载不了这份气韵 您是说我们到头了 人哪 一旦尝到了甜头 哪里还能放手 胃口只会越痒越大 夜晚 陈金富两口子在床上辗转反侧 心里全是那块地 若真如龙大师所说 只要能得到那块地 陈家就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迈向真正的上流社会 于是第二天 两人又将龙大师请来 您说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拿下那块地 龙大师陈吟办赏 不是不行 可那绝非正道是要损应得的 陈金富一拍大腿 只要这事能办成 我老陈家世世代代给您素金身 燃长明灯 龙大师妥协了 他算了一挂 然后写下一个生辰八字 这个时辰出生的孩子 忘你们 陈金富立马派人去查 还真让他找到了 当时 蒙城符合要求的孩子有两个 陈金富原本看中的 是一名叫周子齐的男孩 可谁知周子齐的父亲 竟是蒙城里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轻易动不得 无奈只能放弃 剩下那个叫顾安竹的女孩 家庭普普通通 就是她了 他们用了法子将孩子带回陈家 那时顾安竹才三个月 小小的一只却不认生 黑乎乎的眼睛滴溜溜的转 见谁都笑 将她养起来 张玉兰惊呼 还要养她 这个年纪的孩子不认人 你们养一段时间后 会让她更亲近你们 之后再将她画进族谱 做陈家人 夫妻俩表示不懂 龙大师反问 外人帮你 有自家人用心吗 两人恍然大悟 于是 听从龙大师的指示 养了顾安竹一段时间 果然 顾安竹渐渐将他们当成了父母 亲近的尽 可孩子再可爱 也敌不过贪婪的人心 顾安竹最终没能逃过 被制成小鬼的命运 我手里捏着一张老照片 是当年陈金富他们 调查顾安竹时偷拍的 照片里 一个穿着朴素的女人 小心翼翼地抱着怀中的婴儿 身边的男人 一脸爱意地搀扶着她 在他们不远处 还有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 起刘海大眼睛 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任谁看了都会觉得 这是幸福的一家四口 还能找到她的家人吗 张玉兰点头如捣蒜 能的能的 没问题 我再一次见识到了金钱的力量 仅仅一日功夫 照片上的女人 就出现在我的面前 不同于照片上的温婉 现在的她 看上去既邋遢又疯癫 前言不搭后语 赵之文 女人没有反应 反而是看见 摆在客厅架子上的发财主使 一把挣脱制住她的人 冲过去把盆栽紧紧抱在怀里 有庸人想上前分开 她就发疯般攻击对方 不准抢我的孩子 不准抢 张玉兰嫌弃的挥手 让庸人把她带去房里 七大师 只能找着她母亲 派出去的人说 当年孩子不见之后 这女人就发疯了 没过多久 她家大女儿也被车撞死了 接连没了两个女儿 老婆又疯了 男人没坚持多久 就去了外地再没回来 张玉兰眉头紧锁 这能行吗 这些话从她口中说出 不仅没有半分愧疚 还隐隐透露出一丝不屑 我微笑 只要是轻生的就没问题 张玉兰文言善善地笑 七大师 老陈如今还躺在楼上生死未捕 您看人也找到了 我们现在是不是 不急 我打断她 我还要准备一点东西 明天再开始 我态度强硬 张玉兰再急 也只能咬牙硬下 沉浸腹受伤后 张玉兰提出想将我请回主楼驱逐 我拒绝了 回到房间 我取出一张红纸 开始写信 信的内容是 顾安主短短几个月的生平 最后附上她的生辰八字 我把写好的信和那张老照片 用红绳绑在一起 做完这些 我去了趟主楼 之后便悠哉悠哉地在庄园里漫步 这可真是个好地方 有山有水 空气清新 环境雅致 是普通人一生 都无法踏足的地方 而这样富里堂皇 纯净美好的地方 是用一个孩子换来的 值吗 对陈金富夫妻俩来说 值得不能再值 那个龙大师 身知如此狠绝的行径 早晚有一天 会给陈家带来灾祸 所以他提前在陈家庄园里布下了一个驱邪赈法宝陈家人平安 否则 同女相裂开的那一天 陈家人就该死绝了 还有那个孩子 我侧头望去 陈玉航又发现了一个新游戏 正玩得开心 一个只有他开心的游戏 一直走到靠近庄园大门的地方 这里造了一个十分壮观的植物迷宫 第一天来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 我顺着入口走了进去 在撞了三十八次墙后 终于到达了迷宫中心 都快给我走哭了 迷宫正中央是一座八角亭 亭子中间矗立着一块其貌不扬的石碑 同时也是守护着这个庄园的法阵的阵眼 我拿出提了一路的湖 缓缓朝石碑走去 这里面装的是陈金富的尿液 亏得他昏迷不醒 无法自主排尿 医生给他插了倒尿管 否则我还得想法子搞来他的尿 那场景光是想想都打了个寒战 不过现在也算是废无利用了 我将尿液破到石碑上 四周的空间产生了一瞬间扭曲 阵法失灵的同一时间 一阵阴风刮过 似乎有什么东西进了来 我勾起嘴角 好了 现在主角都到齐了 好戏即将上演 七大师 你去把人带来吧 因为这间房是禁地 张玉兰只能亲自去将赵志文带下来 她走之后 我来到被盖住的童女巷前 想看看她吗 烛火跳动了几下 我伸手点在童女巷额前的位置 灵魂仿佛被黑洞吸住了般急速下坠 疼 剧烈的疼痛 我费力地睁开眼 已经进入到了女童的视角 休息三秒 喝口水 马上回来 三 二 一 我回来了 喜欢我故事的听友 可以点赞视频 以及订阅我的油管频道 搜索燃烧的故事 您的支持是我日更的最大动力 回到故事里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穿着打扮十分奇怪的男人 他手持三枚近十厘米长的铁钉 缓缓走向我 而此时我才发现自己的四肢 早已被死死定在铺满红布的桌上 随着男人的靠近 恐惧自灵魂深处喷不而出 我张嘴想呼救 却只能发出哇哇的哭喊声 挣扎间 我看见站立在不远处的父母 他们神情兴奋 眼中闪着我看不懂的光 当铁钉没入头顶时 我停止了哭泣 三枚阵魂钉入体 我只觉整个人迷迷糊糊的 好像忘记了什么 身体也变得轻飘飘的 好似脱离了曲窍 却又出不去 只能游离在里面 透过曲窍的眼睛 看着男人放干我的血 抽光我的脑髓 然后把我装进一个瓮里抛起来 这感觉像在妈妈肚子里一样 那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妈妈肚子里是那么温暖 令人安心 我最爱妈妈了 不知过了多久 我被娶了出来 好了吗 是爸爸激动的声音 可是这个样子 好吓人啊 这是妈妈的声音 我有些难过 给她诉一个象巴 于是 我有了一件新衣服 男人在我的新衣服上 图图画画 我不喜欢 这让我感觉不舒服 好像被束缚住了 可是爸爸妈妈喜欢 他们把族谱放在桌前 用来提醒我 孩子 你要记得你是陈家人 要保佑我们啊 因为我 爸爸妈妈总能赚大钱 他们开心 我就开心 直到某天 我头顶上的东西 突然变松了 意识开始清醒 脑中涌现出 被制成鬼同时的点点滴滴 恐惧 愤怒 不干 爸爸妈妈 我好痛啊 想哭 我叹了口气 退后两步 取出昨天写好的信和照片 手腕一转 无火自然 天道有轮回 古安竹 有仇报仇 有怨抱怨 随着信和照片的消散 我的耳边想起一道 若有肆无的哭叫声 七大师 人来了 张玉兰拖着赵之文走进来 一踏入房门 一直挣扎的女人 仿佛感觉到了什么 突然安静下来 我在地上画好阵法 陈太太 请吧 啊 我 我妈 对呀 许是想到上次陈金富的下场 张玉兰浑身上下透露着拒绝 她指着木讷的赵之文 难道不是应该她去吗 我看向她的眼睛 歪头笑问 你在教我做事 她面皮胀红 我上前拉起她的手 向阵法中心走去 不要怕 很快就结束了 我拿出和上次一样的红线 记在她的小手指上 张玉兰的手抖的不成样子 费了我好一番功夫 然后拎着另一端 再次来到供桌前 一把掀开黄布 啊 张玉兰下的抱头蹲下 眼泪都流了出来 什么事都没发生 别紧张陈太太 还没开始呢 我将红线记好 手指在线上一弹 原本松弛的线 瞬间绷直 随后 我取出一把金剪刀 划破赵之文的掌心 她似乎感觉不到疼痛 一动不动 任凭自己的血染红了剪 我将剪刀放到她手中 轻生诱惑 去吧 剪开它 赵之文神情呆滞地 朝连接张玉兰和童女像的红线走去 张玉兰不知为何心生不妙 下意识想要逃离 她脚刚动 下一秒 童女像的肚子就爆裂开来 里面涌出无数黑线 把张玉兰死死缠绕起来 张玉兰惊恐地发现自己动不了了 不要 不要 七大师救我 救我呀 我微笑着冲她挥了挥手 线断圆灭 张玉兰呆坐在地 盯着小手指上断掉的红线 发出痴笑 一双无形的手掐住她的脖子 把她提了起来 她双目抱睁 两只脚在半空中乱蹬 喷 张玉兰被狠狠甩了出去 身体压垮了供桌 童女像随之倒下 正巧压在她脸上 里面的英尸与她来了个私母相对 救命 救命 对不起 我们不是故意的 求求你 原谅我们吧 我给你超度 给你烧纸 烧好多好多纸 不要害我 张玉兰连滚带爬 铜像已经泉碎 露出蜷缩在里面的干枯湿身 我轻轻抚摸她的头 然后将她头顶的三枚钉子取出 此时 张玉兰已经爬到门边 一只小手抚上她的额头 她顿时面如金纸 缓缓向上一栋眼珠 一颗干瘪的大脑袋 墨地从她头顶上方探出 啊 她尖叫着倒在门边 下身涌出一股水流 阿竹 阿竹 自红线断开后 赵志文就一直对着四周的空气呼喊着 还不停地伸出双手 似乎想抓住什么 那边的张玉兰已经快要不行了 恐惧到了极致 她也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勇气 只见她一把抓起鹰狮往地上一丢 脱下高跟鞋狠狠拍打 杀了你杀了你 搞我 让你搞我 看着被斜根戳得千疮百孔的鹰狮 张玉兰癫狂地笑了 你在打什么呢 她已经 自己原来不过是拍烂了一根蜡烛 我好心提醒 她在你后面 张玉兰想扑上来抱我的腿 可还没挨到我的裤脚 就被一股力量拖走 手指在地上抓出十道血痕 她涕泪横流 七大师救救我 我不想死啊 为什么 你接了我的委托 你不能不管我 我再一次露出职业假笑 我是最好的业务员 我接的单子只能成功 不会失败 出门前 我看向一旁阴暗的角落 提醒 别让她做得太过 无视身后的惨叫 我哼着小曲 步履轻快地离开了这个充满罪恶的庄园 轰动全国的特大事件 蒙城投资王一家惨死 背后真相 竟是小鬼反噬 不管我按到哪个台 都在播报陈家的事 陈家一家三口 横死在自家庄园 是家中庸人发现的 陈金富死在自己床上 浑身遍布 血淋淋的抓痕 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肤 张玉兰的尸体 则是在地下室发现的 身体扭成麻花一样 鲜血染红了整个房间 至于他们的儿子陈于航 被发现时 身上布满镊齿状咬痕 据法医判断 应该是被兔子或者老鼠这类动物 活活咬死的 然而除了他们三人 庄园里的员工及庸人 全都安然无恙 这是已经在网上报了 这也太匪夷所思了 那么痛苦地死去 家里竟然没人发现 遭了丑家呀 妥妥地灭门 这不是人类能做到的吧 据说警方在现场找不到任何痕迹 我听说警方在他家还找到一个女人 疯了 抱着一个婴儿的尸体不放手 他们家还有一个祭坛 我曹真的假的 他们在家搞邪教吗 被反噬了 我愉快抵刷着手机 今年的优秀员工 我志在必得 与此同时 店铺里的电脑屏幕弹出一条信息 公号00077号 收到来自客户顾安美 升族年 2002年到2012年 给您打出的五星好评 请再接载利奥 我是阴阳病葬公司的 我只做死人生意 时间回到十天前 记得五星好评欧亲 刚叮嘱完客户 门口的盈克林就响了 来者是一个十岁上下的小姑娘 其刘海大眼睛 还有洗得发白的红裙子 她抱着一个布娃娃 怯生生地看着我 您好 请问可以帮我找到我妹妹吗 好了 听友们 这篇故事到此结束 敬请期待 下一篇更精彩